中原幅度的资料 CK你知道吗 我刚去查中原幅度的资料 觉得很有趣 你怎么突然查那个 但我知道每年农历 7月15日是 那个庙宇都会举办 中原幅度的祭祀仪式 那一天它叫做中原节 我也读了中原节的来源 就是关于 慕莲 他去 救母亲脱离 二轨道的故事 然后 那个月呢 阴间的好兄弟们 会带我们 羊间来吃东西 享受人们的祭品 对啊 没错 但我觉得中原节的 都要拜拜嘛 但是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不太清楚 然后我爷爷就常常说 那个中原幅度的祭祀 内容和细节是不容马虎的 嗯 我查过了真的很复杂 不过我知道 主要的祭祀对象有四个 就是祖先 神明 然后有地基主 然后就是好兄弟们 哇 你好厉害喔 这四个 可是我记得 那个 那个公品 它其实是吸尿能够 讨鬼神的欢欣 像除了是传统的金质 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那个 金质的组合 但现在的你知道都很嘛 所以其实卖场都有准备那种 零食的组合包啊 还是水果的礼盒 甚至也有整箱的饮料喔 都可以直接送到家里 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那你知道祭祀的时候 有什么禁忌吗 嗯 网路上有说是 不可以拜 凤梨 香蕉 释迦 李子 李子 因为好像是跟台语的谐音有关 嗯 我也听说 巴勒 番茄也不能拜 因为他们的籽不太容易消化 哇 好贴心 欸 可是我觉得 就算我们对中原祭祀 该怎么拜 就是感到困惑 其实也没关系 只要中原节那一天呢 我们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去庙里 然后就跟着大家拜就对了 嗯 没错 可是之前我看到妙语 忍着的痕迹 拜拜时要注意通风 不然就会中暑 哦 对 没错 不然会很麻烦 大家好 各位 在台宝等一样的短告 这里是《勒法国中在》 今天在这里 有很多语言和关系 关系的关系 语言第一语言 我们导定了 祭祀 祭祀 特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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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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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